好 來 剛才我們不是有講到了 就是郭台銘 郭董 他之前說他要出來選 是因為媽祖託夢 結果這次又看到 他去專機的時候 不是抱著一個媽祖神像嗎 是不是這樣比較有感應 這樣子要選總統比較篤定 但是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是 被美國的白宮給打臉了 請問一下郭董 郭董你看你到了白宮 你也見到了川普總統了 結果郭台銘還告訴大家說 川普有跟我講說總統不好做 好像就是在討論 選總統這件事情對不對 我們就會有那種感覺 可是搞了半天 白宮發了一個聲明 說從頭到尾根本沒有在談 選總統這件事情 人家川普比較care的 比較關心的是什麼 是聽說你要加碼 來我們威斯康星州來投資 請問是要加碼多少 又要怎麼樣來投資 是在問威州的投資 所以不要再騙人了 這是整校的嗎 來 惠玲 其實昨天郭董講了一些話 當然他去美國 最主要的目的是 真的是要可能要就是說 提升他在這場選舉 初選裡面 讓大家覺得說 他是最有辦法的 不管是這個 你看白宮他可以來去自如這樣子 但我覺得他昨天有幾點 恐怕拿捏得不是很精準 因為第一個 你之所以可以現在來去自如 那是因為你是一個商人 而且你是一個 關乎威斯康星州 美國很多人就業機會的商人 所以川普見他不是第一次 那也是因為這樣投資的原因 見到了他 可是未來一旦 如果郭台銘成為 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 你還能這樣子進去白宮嗎 我認為就不太可能了 不太可能原因是很簡單的 因為你不再是一個商人的身分 如果今天白宮又讓你進來的話 那表示什麼 表示白宮我承認了兩國論 我是不是承認了兩個國家 就說等於我也認同了中華民國 這對這在美國來講 就不符合他美國人的利益 所以我覺得未來就是 這件事情可能就是 不太可能的事 而且美國人一向是 為他的國家利益做打算 做主張的 所以今天所有的東西 他不會因為你台灣的總統 到底是誰 可能會因為他是蔡英文 所以更好利用 剛好利用蔡英文 挑起兩岸之間的這些 很多的一些障礙 一些衝突 那麼我們美國人 可以從中取利 他可能有這樣的考量 但是換成郭台銘的時候 很多東西他就放棄了嗎 比如說如果郭台銘 未來成為我們的總統 郭董變成我們的總統的時候 你去要去跟美國人 談這個釣魚台的事情嗎 釣魚台本來是中華民國 固有疆域 但是你去談的時候 美國人會不會理你 恐怕是不會的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就是要對 整個大陸採取一個 納入美日安保裡面 這件事情 不會因為你是郭台銘 或者是任何人而改變 但是有什麼可能可以改變 可以改變的契機就在於 如果未來台灣 跟大陸的關係之間是好的 是好的 美國人為了拉攏你台灣的時候 為了拉攏我們的時候 這個東西才可能出現改變的氣息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 郭董去美國的時候 講的一些話 好像就是說這個 我覺得講的並不是很恰當 但是他會這樣講 我可以理解他的出發點 因為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他可能出來擔任 國民黨的候選人 總統候選人 會比較容易攻擊 我想這個很多民進黨的人 也是如此看待 就覺得說他在大陸投資很多 所以郭董可能為了澄清這件事情 就在美國講說 不是我要靠大陸 不是我怕他 是他要怕我不投資了 喪失大陸很多的就業機會 我覺得其實這樣講 其實雖然是希望 把他被抹紅的形象 把他去除掉 但是我覺得這樣講 其實真的並不是非常恰當 因為第一個 你要做一個領導人 你不能光看你的紅海 就算如你所說 的確是大陸也希望 紅海的投資機會留在大陸 就業的機會留在大陸 但是你要想一想 還有很多其他的台商 還有很多台商 如果你擔任領導人的時候 你要不要幫這些小台商講講話 那是指標 對 很多在美中貿易障礙之間 受害的這些台灣人 甚至如果說你說 難道你郭董之前說市場的部分 難道可以完全不用靠大陸嗎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番談話 尤其又是在美國談 我覺得可能格外的 不是非常恰當 就覺得說 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這個可能為了洗清 你自己的有容易被綠營打擊 污名化的一個現象 然後你就變成 講話完全又偏到另外一邊去了 你在美中之間這樣子偏向美國 我覺得其實 其實我覺得對於藍營的選民來講 是格外不能接受 是 我們再重複一下 我們把白宮的這個聲明 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白宮的這個聲明 它是透過電郵的方式 發布出來的 那麼他們的發言人桑德斯 他在上面特別寫著說 昨天下午 川普總統與傑出的商界領袖 世界最大公司之一 富士康的創始人郭台銘見面 郭先生在威斯康金州投資很多錢 而且很快宣布在那裡 會有更多的投資 總統與郭先生沒有討論 支持他在台灣的競選 他只是一位好朋友 這個就是白宮的聲明 所以不是打臉郭台銘嗎 社長 我覺得這個 郭台銘去見川普這件事情 我認為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我們知道這個蔡英文 大家最近都叫他臘台妹 說他拚命在地上撿槍 我認為郭台銘 也是跟蔡英文一樣 而且跟蔡英文搶著 在地上撿槍 所以我認為如果蔡英文 是臘台妹的話 郭台銘就想當臘台哥 他想當臘台哥 為什麼 今天我不用我們自己的報紙 我用有報 我認為這樣比較客觀 郭台銘見川普代國其貌 進白宮 兩岸三地的中國 所有的中國人 兩岸三地 包括台灣地區 所有的中國的觀眾 大家聽聽看 我唸說 這個郭台銘他還說 若北京不讓台灣有任何參加 國際組織的空間 就是逼著台灣任何領導人 離北京越來越遠 這是應該是郭台銘的這個說法 郭台銘還說 若他當選中華民國總統 仍會爭取赴美國華府 與川普見面 若不行 就是他沒本事 他還說 美國不會反對他 反美 訪問美國 反對的是北京 北京應該給他空間 這個就正如剛剛唐議員所說的 就是一種兩國論的一種說法 至少這個概念 是這樣的一個說法 給人的一種感覺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北京會不會給 台灣國際空間 會不會給所謂的郭台銘總統 國際空間 我認為絕對不會 鄧小平在1980年代 建英國的首相 包括後來建柴契爾夫人的時候 建柴契爾夫人的時候 鄧小平講了一句名言 關於主權問題 沒有任何可以商量的餘地 大家想想看 會因為郭台銘先生 假設他萬一擔任了中華民國的總統 北京方面就會在台灣的主權上 有所商量的餘地嗎 就因為你郭先生擔任了所謂的 這個總統之後 就給你國際空間嗎 我認為是絕對不會的 還有就是說 關於他戴國際帽的問題 很好 前所未見 前面沒有任何一位元首 包括蔣經國先生 他也不會神離神經的 蔣經國就大大方方進白宮 見甘乃迪 見詹生 見艾森豪 見任何的國家元首 或者說是政府的官員 蔣經國先生有沒有神離神經的 戴了一個國際帽 有沒有 我只要問有沒有 你為什麼要戴國際帽 我認為這是你個人的選擇 這是你個人的權利 還有 我還要問 就是說郭台銘 或者說是任何一位 台灣籍的人士 你去見大陸官員 尤其是你進中南海 去見大陸官員的時候 你敢不敢戴國際帽 你敢不敢拿著一面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際 所以你去見川普戴國際帽 我認為這沒有什麼了不起 這只是你衣服 或者說是你的裝扮上面的 一個裝飾 白宮的幕僚 或者說是國安 甚至於川普總統的安全人員 他不會因為你戴了一個國際帽 立刻把你抓起來 不會 所以這沒有辦法 凸顯任何人的神勇 換句話說 你要凸顯的是說 你的作為 你身為 你比如說你要參選國民黨的 這個初選的總統的 這個你參選人 準備要參選的人 你講出一套你的理想 你的看法 或者說是你對 台灣老百姓的一種承諾說 我將來要怎麼樣 讓台灣老百姓日子過得更好 這個可能比你戴國際帽 要來得具體有效得多 好 今天這個國民黨 如果要派出最強的人選 大家來看 是派韓國瑜還是派郭台銘呢 你從民調其實就可以一鍵端倪了 何況還是一個深綠的民調 今天有最新的一個民調資料 我們趕快讓大家來先讀為快 今天這個是由這個深綠的 這個孤寬敏 他們所成立的 這個台灣支線基金會 所公布出來的這個民調 那我們就趕快先來看看韓國瑜 如果說今天2020總統民調 是韓國瑜對上蔡英文 對上柯文哲這樣子來比的話 你看韓國瑜拿到支持度 是35.4% 而蔡英文是排第二 28% 柯文哲是排在第三 23.4% 好啦 但是如果說今天推的是 不是韓國瑜 而是郭台銘的話 對上柯跟蔡 我們來比一下 現在你看到了排第一的是誰 是柯文哲 28.8% 蔡英文27.6% 他排在第二 而郭台銘呢 他只排在第三 25.7% 25.7這個數字 跟韓國瑜的35.4% 拿出來一對照 你說誰才是最有勝算的人選 代表藍營出征呢 乃茲哲 怎麼看這個數字 沒有錯 尤其這一份民調 是深綠的民調做的 當然昨天也公布了 忠實的民調 事實上也是郭台銘最強 都會釋成 對 釋成 換言之你不管從是偏藍 或偏綠的民調裡面 都可以看到郭台銘的確是 韓國瑜是 韓 韓國瑜是國民黨的最強棒 這個毫無疑問的 換言之這也是為什麼 這一股韓流的持續高檔 然後這麼多人希望韓國瑜 代表國民黨來參選2020 我覺得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 要一張最安全 最強棒的牌 假設 剛才尤其對戰組合 假設是郭台銘 郭董的話 他甚至如果對上 柯文哲跟蔡英文 他甚至可能是會落後的 國民黨能冒這個風險嗎 對不對 換言之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韓國瑜這一次為什麼 包含國民黨內很多中常委 也提案了 希望用全民調 或者說讓他可以被動的參與 這一次國民黨的初選 道理就是在這裡 就是說假設這一場初選 或者說在全民調裡面 沒有韓國瑜的角色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怎麼會是在目前為止 看起來是最強的 實力最堅固的人 沒有在我們國民黨的 競賽的選手名單裡面 這成何體統對不對 所以說我覺得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即便前一陣子 韓國瑜讓有人批評 拿出這4000萬的事情 或人事案等等 可是你會發現這一些事情 並沒有怎麼樣 去傷害到韓國瑜的支持度 他還是穩定的領先 沒有錯 即便是很多 不管是綠營的 甚至是藍營內部的 對韓市長有一些指責或批評 可是你會發覺撼動不了 他這個很基礎 很堅強的這些支持者 換言之我覺得這一股 他的支持度 還會繼續再延續下去 如果延續下去的話 假設他仍是國民黨最強了 當然他就可以取得入場券 就可能代表國民黨 來參與2020的總統大選 不過我是覺得是這樣的 當然選舉還是會有一些變動的 當然接下來國民黨 還要跟幾個太陽 繼續要約見 今天已經見了王金平了 接下來可能還有朱市長 還有周縣長等等 換言之當我們國民黨 這一些初選的遊戲規則 都定掉了以後 我看也是韓市長 可以出來正式參與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都是 是比民調 比民意支持度 假設韓國瑜仍是 民意最支持的那一個人 當然毫無懸念的 可能就是由他來代表 對 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數字 我們比的是韓國瑜 他跟蔡跟柯兩個人的 互比是民調 但是如果說今天不是蔡英文 如果是換成誰 換成賴清德跟柯文哲的話 這上面沒有寫 我很快唸給大家聽 韓國瑜他還是會排在第一 他的支持度會是34% 排第二的是誰 是賴清德 賴清德的話是30.5% 所以換句話說 韓國瑜還是有微幅的領先 賴清德 大家也不要忘了 這個是由孤寬敏所成立的 這個深綠的民調 台灣支線基金會 所做出來的民調結果 此外這柯文哲還是排在第三 差不多也是23點多 這樣的一個數字 所以大家其實大概有一個 比較清楚的概念了 今天如果說是韓國瑜對菜 對賴或對柯 總之如果是跟對手陣營 去相比的話 他還是排在第一位 來 司剛 你怎麼來看這樣子一個 民調結果的數字 這是深綠的人 是他們所做出來的一個民調 韓國瑜就是第一 他就是最強棒 所以藍營不推他 要推誰 其實我常常認為 初選民調其實每天都在進行 不是說國民黨吹哨子 5月3號才開始 才開始報名 才開始初選 不是 因為每天的新聞的滾動 都影響到這幾個當事人的評價 還有大家對他的支持度 所以你看韓國瑜 我常常覺得他這人其實 我覺得滿有自己一套的 經過這兩個多月來 不管是含黑的事情 含粉的一些舉措 或者是他高雄市政的一些 有人對他的一些莫名其妙的質疑 這樣一連串的這樣子下來 看起來他的民調 並沒有因此做太大幅度的下修 反而甚至穩定的 稍稍還上揚一點點 大概都在35到40之間 大概在40之間這樣一個位置 大概幾個主要候選人裡面 看起來他的牌面已經是最穩的一個人 所以如果今天是薩喀都的話 其實他就還是很穩 他還是很穩 你看我昨天也看到一個民調 但同樣也是有郭台銘 還有柯文哲 還有民進黨的候選 看起來郭台銘的領先幅度 就稍微低很多 我記得好像昨天是一個 比較中間的一個民調 好像TBS昨天也做了一個民調 反正這幾天 對 前天 反正這幾天民調都非常的多 所以看得出來大概都站穩了 那個主要的位置 大概都在35到40之間 所以你看這樣子一個候選人 經過這麼多的折磨挑戰 說他怎麼做太少 然後很多的言語的風波 然後去把它擴大 拿了4千萬 這些都沒打到他 感覺都沒有太大的變化 所以顯然大家選民 大概看的是韓國瑜個人的特質 不是這些奇奇怪怪這些 歪里歪姬的事情 所以在看這個特質 適不適合大家的虛叫 然後他講的話 大家容不容易最懂 剛好我們昨天才從美國回來 也拜訪了很多華府的專家學者 當然他們也很關心 韓國瑜跟郭台銘兩個人 那些競爭的問題 其中有個專家學者講的 那你沒有遇到郭董 沒有遇到 我們離開那天郭董到 然後我們這次也賺到很多的專家 一個也是個台灣通的學者 他說這個情況 說韓國瑜的情況 在美國來說也不算很特別 他說歐巴馬在成為 全國性的知名人度之前 他還直接做了三年的參議員 OK 一任也還沒做完 然後柯林頓 他只是來自阿肯薩的一個州長 然後那個學者還說 Oh my goodness I can come from 阿肯薩 就說老天啊 他是來自阿肯薩的一個總統 意思說他在當時的 華盛頓這全國裡面 也是沒有知名度的人 也是這樣串身的人 他今天靠的是什麼 就是第一個 表達能力很好 第二個 講話接地氣 你看歐巴馬也好 或是柯林頓 講話 第一個 然後他的帶領的方向是什麼 然後人民很知道 他要帶領國家往哪個方向走 所以他就很快的 凝聚大家的支持 所以他這個學者說 你從政多少年 在這個位置上做了多久 並不是能夠唯一勝選的 那個唯一的要件 他說反觀他那時候 共和黨的對手 每一個都政壇老將 每一個都是做了 三四十年的參議員 州長 但都輸他 因為第一個 民眾求心求變 所以他對於韓國瑜的現象 他倒是有他從美國觀點的解釋 所以他這個也比較 這個學者比較看好 韓國瑜出現 只是說他認為韓國瑜 未來如果擔任總統候選員 對各項政策 特別是兩岸 還有美中台三變的關係 他認為韓國瑜政治方面 還要再表述更深一點的 自己的想法 然後讓各方能夠取得信任 同樣的這個學者 也認識郭台銘 他們都比較擔心說 郭台銘因為他有很多的資產 在大陸 很多的投資在大陸 這個會不會成為日後 變成一個變數 會不會把這個資產的 北京也好或是美國也好 變成一個雙方很難去瞧 而且完全會變成 對方一個勒索的 口袋勒索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美國的觀點 也許他從太平洋另外一邊來看 我覺得能夠看得更清楚一點 不過我想 接下來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特別是郭台銘從美國回來之後 我相信相關的民調 還會特別的多 一定會每天都會出現 如果韓國瑜大致 來保持這個領先幅度的話 我想國民黨的這個 所謂初選民調 他通過的機率就很大很大了 是 不過郭台銘你看 他在這邊 他是排第三 而且過去我們看到很多 他其實可能都是第二 但這個民調出來了以後 排在第三 我不知道對他來講 這算不算是一個警訊 尤其如果說在剛才白宮說 我們沒有跟他在談 總統選舉的這件事情 對不起 我再補充一下 這個學者還講有意思的事情 因為現在全球都是99%對1% 什麼意思 就是99%的人對1%的人 1%代表是富豪 頂端 然後99%就是普羅大眾 庶民大眾 然後大家都很努力 但是努力的百分之百裡面 可能只有一個郭台銘 所以我們在座 我們這六七個 大概都不會成為郭台銘 但是99%人都是普羅大眾 他們所自己的生活 然後自己的想法是普羅大眾 他們是金字塔頂端的人 對 能夠凸顯普羅大眾 利益的那個人會當選 好 回來我們來看看 如果我們再從這份民調當中 仔細去從政黨傾向 去觀察的話 其實如果是比較傾向 藍營的支持者 你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推韓國瑜跟推郭台銘出來 這個差別有多大呢 如果今天是韓蔡柯對決的話 我們如果來講 這個比較傾向支持國民黨的 這些人他們會怎麼看呢 支持韓國瑜高達7成以上 有72.5% 可是你看支持柯文哲的 是只有19.4% 這個差距是滿懸殊的 但是如果說今天換成 不是韓國瑜出來 是郭台銘出來選 那他如果再來跟柯文哲 有一筆高下的機會的話 今天郭台銘他只有多少 剛好過半一點點 只有53%的支持度 可是這些比較傾向 是藍營的支持者 他們會投給柯文哲的 有3成 30.3%的支持度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代表是說 如果今天沒有韓國瑜 是郭台銘出來選的話 藍營的支持者他們的票 本來只有給一成多 將近兩成給柯P的 但是現在會變成 跑到柯P的增加了 大概有10%以上了吧 30.3% 所以這個就比較 是對於藍營來講 這是一個警訊吧 子澤 你現在看這票都會跑到 柯文哲那邊去 如果是郭台銘出來的話 好危險 其實簡單講 就是藍營的選民裡面 對於韓國瑜的黏著度 比較高 對 所以他出來選的話 有韓必投 對 所以是他可以凝結 這整個藍營裡面的票 假設是郭台銘的話 可能有一些藍營的票 就會流向柯文哲 因為我們知道柯文哲 他的立場 坦白講藍綠 他都會吸引一些 都有一定的比例 可是這也是國民黨 或說藍營裡面最擔憂的一件事情 假設如果藍營裡面的選票 會分裂 會分出去給別人 假設是柯文哲 如果我們票沒有辦法集中 請問怎麼打贏2020的選舉 很明顯的 韓國瑜因為他高舉中華民國 他選舉的時候 沒有 他讓整個藍營的氣勢 或那個凝結度 凝聚力 對 凝聚力是非常高的 所以說其實 其實不只這份民調 我看過之前很多民調 你從交叉分析裡面來看的話 就是說藍營裡面的 就是政黨傾向藍營的 事實上支持韓國瑜 還是最高的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 他在不管是在意識形態上 或大家說他中華民國派 對不對 他本來就是什麼 可以讓這一些 支持中華民國的 或藍營的選民 可以很認同他 第二個 他是現任的高雄市長 大家當然對於什麼 有行政之力的 或是說他現在是國民黨 幫國民黨拿下 20多年 沒有執政的高雄市 這個也會支持 讓藍營的人 更願意去支持他 所以種種因素底下 我覺得當然 我剛才在講 假設就是說如果不是 韓國瑜這一張牌 有可能 剛剛如果從這個民調 搞不好會露到第三名 對 如果是郭董的話 對 他在這邊就是排第三 對 對不對 這個很危險 連第二名都沒有 所以我就說要回過頭 就是說我們還是要想想 就是說我們能不能承受 這樣的風險 而且郭董最近動作很多 而且越來越大 可是他這個民調 怎麼反而從第二變第三 對 就是說你看郭董 從他宣布參選到現在 事實上時間是比較短的 可是韓國瑜 他這個選舉總統的議題 是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所以說在這麼長一段時間 他不斷不管是質疑 或批評或攻擊等等 他沒有墜下來 可是郭董你看他 他還是會有些浮動 甚至接下來越接近選舉 去批評或攻擊 這一些事情就越來越多 他能不能維持在高檔 就變成是另外一個挑戰了 所以說 坦白講 簡單說就是韓國瑜比較穩 如果說 如果真的要推出王牌 到目前為止 還是最強棒的王牌 最穩的王牌 最會贏的王牌 是 對 你看 剛剛講了 郭台銘最近動作越來越多 越來越積極 還跑到美國去見總統川普 大家就算是這個事情還沒有發生 但都也已經知道 他要去見川普總統嘛 可是民調卻在往下 一直滑落中 可是反而負面新聞 一直不斷的出來 一直想要打韓 黑韓 甚至周邊的人一起來黑 可是你看韓國瑜的聲勢 依舊不墜啊 還是穩居於第一 所以這是真金不怕火鍊嗎 馬上回來 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剛剛既然已經看到的 這個民調 連深綠的民調 韓國瑜也都是穩穩的領先 領先了藍營還有綠營的 所有的大咖們 所有的對手們 現在既然這真金就是不怕火鍊 毫無懸念的國民黨 應該是要想辦法推最強的人選 莫過於韓國瑜是這樣吧 但現在我們來先看一下 這個初選基調已定 一次全民調是7月決勝負 這個時程一次排開來 我們看到5月15號說要提報中常會 這個辦法如何 5月22號是提報總統提名作業 7月上旬走一次性全民調 7月28號全代會通過 然後強棒就可以出來了嗎 是這樣子嗎 這個子澤我現在很快請教你 國民黨現在的規劃是怎麼樣 因為我看主席好忙對不對 今天見周習委縣長 然後還有包括朱立倫也要見 下禮拜說11號郭台銘 也要跟他見面吳郭會 然後通通見完一輪了之後 中常會就應該讓他過了 沒有錯 事實上因為常會之前 是有四個提案 但是那個提案最後主席是財事 就交由主發會去研議 所以主發會研議之後 再加上主席跟幾位 這個幾個太陽 或是說要參選的這一些人選 會談以後把這些意見加入 這個主發會所提的 研議的草案之後 最後5月15 坦白講那是最晚 我覺得5月15大概應該會過 就會送交中常會 通過初選的特別辦法 為什麼叫特別呢 這個就跟原本我們的提名辦法 有一些差異 當然就是我們就是會 讓韓國瑜被動的來參與 所謂的協調式的初選 或說協調式全民調 這裡講一次性全民調 應該是指 因為之前有衝場委提案就是說 是不是這個民調第一名的 要贏過第二名的5%以上 如果沒有的話 就要進行第二次 對 看起來現在都會 往一次性的全民調來做 以免橫生枝節 當然我覺得民調的時間 可能會是在6月底 因為他現在是規劃說 7月初要公佈 7月初公佈的話 大概會是在6月底就做 當然確定的時程 還要經過討論 不過還好這個是國民黨 你看民進黨公佈這個時程 被罵翻了 國民黨現在有傳出 這個相關的時程 至少一個民主的程序 大家來討論 不過我覺得時間再晚不會拖過 因為7月份我們要開全代會 這一定要開的 所以在全代會之前 一定會把這些相關的程序 通通都很完整的通過 當然我最後要講 你會看國民黨一開始 好像有點紛亂 可是在很多人的幫助 的協助 包含媒體的協助家 大家意中求同 跟民進黨不一樣 民進黨是同中求意 越來大家分歧越來越大 可是國民黨分歧越來越少 希望就很順利的 不管是在主席跟幾個參選人 談完之後 還有常位通過之後 可以把這個遊戲規則 趕快定下來 定下來之後 坦白講 大家就是爭槍實彈 比民調 比完民調之後 就代表國民黨最強的那一位 代表國民黨來參選 希望2020我們可以一舉得勝 韓斌 對 其實我覺得真的 他嚇一跳 不是 國民黨現在時辰 就這樣擺在這裡 不是 你還 不是 難含低人 我老實講 其實第一個 以我對國民黨的了解 現在還拖這麼長 我覺得中間變數很多 我不認為有這麼順利 我不像指責對自己的黨 這麼有信心 因為我不是國民黨 所以我覺得中間變數很多 因為你看得出來 現在王建平院長 還在富與頑抗 對不對 他還是認為說 拿出了各種奇奇怪怪的理由 當然他就是不願意接受 朱立倫市長 你認為他完全死心了嗎 也沒有 他還是有一些意見 一下說我們來辯論看看 一下 因為還是有一些小動作有出來 所以還有一個最大的郭台銘 他現在意見到底怎麼樣 你們知道嗎 我是不知道 所以他到底想要成立什麼策略 因為你要知道現在 真正對選舉制度有表態的 現在只有王金平院長是強烈的反對 這樣的意見 郭台銘到底是贊成來反對 你知道嗎 我是不曉得 你要先問一下媽祖 對啊 你們要不要晚上找媽祖託夢一下 看他們媽祖的指示隊 順便問一下關公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現在日期 看起來是排出來了 可是我老實講 我認為反而未必有這麼順利 尤其是你們一次性全民調 要拖到7月上旬 這時間還很久 這段時間你要知道 民進黨一定會用盡全力 去攻擊他 在這個時候 你不要忘記了 國民黨內有一些人 也可能是支持王院長 有一些人可能是支持郭台銘 有一些人可能支持朱立倫 這一些人會繼續拿小牙籤 不斷戳 戳 戳 所以一切我覺得變數都還很大 反而是 你沒看到今天的這些民調 這些東西 其實讓我看出來什麼你知道 讓我看出來蔡英文總統 民進黨那邊大概是搞定了 所以民進黨看起來進程 會比國民黨快 所以還是想說賴清德要打包 對 韓國瑜昨天也講 在直播不就講 你已經被打包了 回家 因為你看民進黨現在進程 就是他們一定要在民調上 讓蔡英文的民調 超過賴清德 他們才敢做民調 所以最近這個民調你看 上個月我看民調 後來大輸29% 現在已經倒贏了 今天已經死亡交叉 倒贏1%了 所以你看這個進程剛好 到5月22號的時候 剛好就已經跟賴清德 10%左右就再見 就把賴清德堪佑掉 就真的打包了 就打包回家了 所以你看民進黨 大概到5月底 大概就是一定建政章結束了 國民黨至少要到7月 所以你的時間拖了比 人家長那麼多 你等到民進黨的 他們整個初選搞定之後 他們會整個黨用盡全力 服務院黨上下全力在攻韓國瑜 然後再不斷的去 給你們那間縫插針 你確定不會再有變數嗎 所以我個人是完全 我個人完全沒有這麼樂觀 你知道我說真的 尤其是貴黨 現在其實還是海豚在遊走當中 所以我真的覺得 大家不要那麼樂觀 當然以目前的態勢看起來 因為郭董目前看起來歷史民調 除了他剛開始宣布的高峰以外 他已經開始有點往下走 因為郭董畢竟過去是商人 他以前沒有接受過 政治方面的檢驗 他政治檢驗多之後 我個人覺得對郭董 不見得太有利 尤其是你知道嗎 郭董最近一直強調 他戴國旗帽這些東西 其實大陸那邊的反應 是非常激烈的 我必須講 大陸第一個 你知道之前央視 是把他那邊馬賽克掉對不對 然後那天我看到他一個是美國國旗 一個是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旗 我想說他到底要怎麼罵 結果我後來發覺他們很厲害 他直接把他整個剎掉 讓你不會出來 中華台灣那邊其實很多人 也認為說 之前他們在罵韓國瑜 現在又在罵郭董 所以我必須講 其實當這些很多東西情勢 對郭台銘董事長 也並不見得是那麼有利 你以為郭台銘董事長是一個 就是這樣那好我就束手就擒 我不認為他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相信郭台銘董事長 一定他的智囊 他的幕僚一定會給他一些建議 我覺得他很多東西都是 有步驟在做的 所以我相信他未來 這一段時間 他還會有其他的動作會出來 大家等著看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國民黨還沒有那麼快會 大肆底定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 反而民進黨 一定會比國民黨先完成 這樣國民黨這樣子 真的是很麻煩 尤其在7月份到7月上旬之前 剛剛韓濱說恐怕都還有變數 現在恐怕還早的 這個變數會是什麼 是接下來是高雄市議會 去質詢韓國瑜 韓市長 弄了一堆難題給他 諸如此類的嗎 美亞玉玉 你在那邊有聽到一些 什麼樣子的風聲嗎 有 民進黨 其實因為我們接下來 就今天開始是總質詢的第一天 民進黨已經就是磨刀霍霍了 其實他們很多的重點 好像也不是特別擺在市政上面 然後就是一直圍繞著 韓國瑜市長 你是不是沒有專心在市政上 你是不是所有的時間都跑去 你的總統選舉等等 都用這些假議題 然後來質疑韓市長 我這邊就簡單舉一下 譬如說以昨天 韓市長的行程來講 讓全國的民眾看看 韓市長是有多麼的為高雄市政 在做打拚 其實昨天一整 昨天再加今天的好了 好 對 聽說昨天 他一整個早上 一直到快一點左右 都在議會備詢 我們再做了一個 輕軌的專案報告 好了 然後馬不停蹄 接著又接待什麼 日本的國會議員 也是日本自民黨 他們的青年局的局長 聽說呼聲很高 未來也許有可能就是更上一層樓 韓市長在跟他接待的當中 其實也在為高雄的市政 在努力做什麼 他希望說 他們能夠把這個訊息傳達 回去說我們高雄非常的天氣 天氣非常的溫暖 所以因為日本很多的城市 就是天氣非常的冷 所以我們非常鼓勵 日本的這些拍電視或拍電影的 如果你們要取景的話 真的非常歡迎到高雄來取景 高雄市政府全力來配合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日本人對於棒球 也非常的熱衷 所以有非常多的選手 他也鼓勵說 韓市長也說 是不是日方這邊 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把我們高雄 列為你們的培訓城市之一 歡迎你們的選手 在天氣冷的時候 到高雄這邊來做訓練 只要是你們這邊提出任何需求 我們高雄市政府 一定會全力來協助 那他要做什麼 第一個 他要拼我們 高雄市的城市外交 第二個也是要想辦法 幫高雄市增加更多的觀光人口 好了 接待完國會議員之後 又馬不停蹄又做什麼 又馬上去行銷 我們高雄市的觀光景點 高雄市我們現在清查出來 有200多處的 軍事遺址的觀光據點 然後聽說裡面 有很多的藏寶的地方 可以大家去體驗看看 所以昨天也晃了 藏什麼 黃金嗎 對 謠傳 可能有很多的黃金 都是在那個以前 很久以前就傳了 對 很久以前就傳了 在古山區嗎 對 尤其是日間留下來的 那些東西 對 然後聽說 然後第一個去 有一個宋老師 還有一些遺址探勘的 小組的一些成員 他們對這個非常的熱情 所以他們有把高雄市 整個高雄市找出來 目前為止至少就有200多處 昨天特別行銷的叫做古山洞 然後是在我們古山區 我們在現場也特別這樣走了 那個的工法 真的是非常的讓人嘆為觀止 更重要的是就是聽說 剛剛韓濱哥也講 市長也非常看重這一點說 裡面聽說會有寶藏 我們真的很希望大家 可以到高雄來觀光 然後看一看 搞不好你就找到了這個寶藏 那又不可能一邊走 然後一邊這樣子去挖一下 說看看裡面有沒有 不能隨便亂挖 對 不能亂挖 但是也許你走一走 會不會這個地方 也許就有一塊寶藏就埋在那 對 我們不曉得 突然覺得眼睛一亮之類的 這個就是大家來尋寶的時候 來觀光的時候 一個非常的有趣的一個期待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今天又是議會 然後早上議會 下午又有什麼 剛剛在檢產 銅車典禮 對 沒有錯 你看其實他每天 都是這樣子的行程 然後他也要批公文 還要跟局處首長開會 然後還要接見很多的這些外賓 所以他每天做這些事情 都是什麼 都是跟我們高雄市政有關 都是在行銷高雄市 所以我們就是 一直跟大家講說 高雄市市民 對於韓市長的施政 是非常肯定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從 民調數據上面顯示 不管做什麼樣的民調 其實韓市長他就一直幹嘛 他就做他該做的事情 該拚高雄的經濟拚高雄經濟 然後要推高雄的文化 推高雄的觀光 他都一直在做 然後這些都讓高雄市的 這些城市光榮感都提升 也讓很多人看到高雄的改變 所以都很期待市長 未來是不是可以改變 我們中華民國台灣 所以我就說 司剛我請教你 既然這樣子的話 其實國民黨在那邊吵說 什麼是不是要辯論對不對 因為王近平院長好像很堅持 要辯論的你們就去辯論 你們要政見會的 你們就去 韓市長他可以不去 不去不代表他不能選 他就繼續在努力的拚市政 做他做的事情 為高雄人打拚 那不就好了嗎 很簡單 不過這個問題有點 陷阱在裡面 第一個 我覺得他當然被動的參與民調 當然是 我覺得這部分是OK 因為一定要納入會贏的人 我們不是在選模範生 我們不是在選會贏的人 所以誰會贏 我覺得這點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如果說你納入那名單之後 我個人還是希望韓國瑜 韓市長 你竟然被納入初選的調查裡面去 我覺得還是要把你 對於國家的未來方向 然後對於兩岸的重要的市集 美中台三方 還有經貿的發展 應該還是要講出一下 你自己的想法 順便想法講出來之後 民調更高 他的想法更容易接地氣 然後大家就很容易了解 因為我相信韓國瑜的表達方式 絕對是很沒有問題的 而且聽他講話一聽就懂 一聽就懂 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連美國人都知道 這十八個字用中文怎麼講 所以他在這一套 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一旦納入名單之內 到初選名單之內 調查名單裡面有他的名字 我覺得每一個在名單裡面的人 都有義務講出來 他對未來中華民國的發展 有什麼看法 至於是不是要辯論的方式 或是其他各種方式 我倒覺得這個不用拘逆形勢 不一定拘逆形勢 會辯論的總候選人 未來不一定會治國 我覺得會治國 然後有願景 那個比嘴上功夫更重要 好 先休息一會 金網告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好 我們看到剛才說到了 這個國民黨現在 主席當然有他的想法了 現在訂出來的基調 大概就是在這個 5月15號提報中常會之後 22號提報總統提名作業 然後7月上旬走一次性全民調 然後7月底全代會通過 不過這個全民調這件事情 當然王精平院長始終有意見 他就是不認同 很不贊同 覺得是什麼因人涉事 甚至在昨天 他見吳敦義的時候 還拿了一個什麼 香港學者寫的 他們愚蠢的距離 這樣的一個文章來痛批 就是一坐下來沒多久 就是說你看 你看這個香港寫的 這個他們愚蠢的距離 所以顯然他對這個制度 就是不滿 幹嘛7.3又改成全民調 但不管怎麼說 惠玲 我請教你 現在是不是全民調 可能過的這個機率就是很大 然後真的就能夠派出最強人選 或甚至我們說韓國瑜 韓市長 是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王院長會這樣講 我並不意外了 因為他本來就是準備好了 要用原本的7.3制 可能他跟很多黨員之間 就是比較有交情 因為他畢竟在國民黨也很久了 所以他會覺得 如果加入三成黨員投票的話 對他會比較有利 你說這個什麼他們愚蠢的距離 這一篇 我坦白講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現在有一些人會擔心說 這個民調的部分造假 但是如果你放三成黨員進去 是不是也是一種 並不是很公平的選法 我是這樣覺得 因為很多人就是說 比如說各候選人之間 他們之前有沒有經營黨員這個部分 就差很多 你比如說像張亞中 他一定是 如果說7.3比的話 他一定拿到非常少的 這個黨員票的部分 怎麼樣 沒有很多註解的朋友 會支持張亞中 Anyway 我是這樣覺得 所以黨員的部分 當然你說黨員的心聲 要不要充分反應 我覺得也是有他的必要 但是全民調也並不見得 就不能反應黨員的聲音 如果說你一定要取代的話 我覺得其實最簡單 可以避免就是黨員投票的 這樣的一個弊端的方法 我其實之前講過 不過大家好像都不是很 覺得可以接受 就是你可能可以用這個三成的 就是三成的排列民調 然後配上全民調的方法 這也是一種變形的做法 雖然他並不是所有 都是黨員投票 可能是比較傳統上 他並沒有加入黨員 可是支持國民黨的 這些泛藍的人士 現在既然黨中央已經決定 就是傾向全民調這一塊 我們也樂觀其成 畢竟民進黨的初選的方式 最後應該也是要用全民調 最後應該要用全民調 所以我覺得其實只要是一個 公平 公正 公開的方法 我覺得其實沒有好 這麼多要去挑剔的 畢竟出來的時間點 已經不是那麼早了 不過我這邊跟韓濱 有一點不一樣的看法 我知道支持韓國的朋友 現在其實心裡都很焦慮 我也可以了解就是說 他們覺得韓受到了很多 不平的待遇 但是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覺得初選的騎乘 到7月其實大家真的不要太擔心 我覺得大家會說 趕快就訂一尊 趕快訂一尊 但是其實我覺得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韓他在市長任內的工作 在這個期間他需要 比如說在7月雨季完了以後 高雄的這些以前存在的這些坑洞 是不是都OK了 都沒有問題了 我覺得他需要很多的時間 很多的精力 專注在他的市政工作上 因此如果這個結果是7月才出來 我覺得對韓國瑜而言 不見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在此之前 假設說民進黨能早早定於一尊 其實我也不這樣認為 我覺得民進黨還不知道 要拖到什麼時候 因為他總是要拖到一個 確認民調 一定是蔡英文出現為止 現在各家民調不同 所以我覺得 你看他這個民進黨初選騎乘 也是一拖再拖 其實也不知道 就是說這次中常會又翻版了 又對黨中央的初選規劃 又翻掉了 翻掉原因是什麼 翻掉原因就是 現在還不覺得蔡英文會穩贏 而且初選騎乘到7月這個時間 還有一個好處 什麼好處 就是熊兔眼撲朔 刺兔 窮兔腳撲朔 刺兔眼迷離 你不知道我是誰 這個郭台銘可能可以 吸納掉部分的炮火 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就是今天我民進黨 要打你的時候 我不會只打韓國瑜 韓國瑜會不會打 會打 因為你是民調最高的 可是也會去打郭台銘 現在大家最擔心的狀況就是 不要變成藍綠去夾殺韓國瑜 大家其實是擔心這個狀況 但其實我覺得初選辯論 也無所謂 就是說如果今天韓 他不參加辯論 他專心做好高雄市政 你們這些都已經參與辯論了 你們其實是處於一個 更有力的位置了 所以我覺得王院長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不滿的 因為如果韓不參加辯論 而其他你們這些參加辯論人 都已經抒發了政見 其實你們是居於更有力的地位 如果他不參加辯論 他最後民調還是勝出 大家沒有話講了吧 而且就算不參加辯論 就不能宣揚自己的政見嗎 我還是可以在臉書上 表達我的一些很多政策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 而且每天記者 都圍著他問問題 我一定要這樣講 不然我覺得我們支持韓國瑜的朋友 心裡面要焦慮死了 所以其實大家放鬆心情 我們繼續支持他 然後我們這個 我相信神明不會只保佑 嘴巴上捧著他 甚至到廟裡去拜著他 然後最後宣誓說不選 然後最後還是參選的 我相信 我相信連神明 都會對這樣子的政治人物 感到覺得很不耐煩 拜託你不要來演戲了 我補充一下慧玲 就是第一個現在韓市長 現在在會議的議題當中 我覺得這兩天他的表現 談市政的表現 我覺得表現得不錯 當然第一個他對市政 就算我有一個議員 問到一個很細的問題 他都答得出來 就代表說 他並不是一個很粗俗的人 就是一般他只是 只看大不看小 代表他對問題的細節 然後他問一個金長門 一個什麼預算 再問什麼 他竟然答得出那個問題來 他並沒有 有時候有一些市長會說 請那個主管 轉單位來去回答 例資料什麼的 然後他就馬上在座位上 就回答出的問題 我覺得表現很好 第二個 這個路評專案 在高雄市這樣 每個條路主要道路這樣 沸沸揚揚揚這樣子弄起來 而且民眾非常有感 大家覺得韓國瑜 是個有效率的人 而且抓得入細節的人 那個對他的未來的墊高 我覺得是有幫助 所以我覺得支持韓國瑜的朋友 稍微有點耐心 不要急 這段時間之內 讓他表現在高雄市的能耐 我想對他的民調來說 會是一個加分 而且米娜也在亂 米娜我看他搞不好 6月中 6月底 才會出現人選 我們晚他一個禮拜 我覺得在整個時辰上面 無傷大傷 其實連誰都幫韓市長講話 你知道嗎 你一大想像不到 連陳水扁都看不下去 因為當蘇貞昌內閣說 你韓國瑜都沒有來開 這個國政會議的時候 就行政院辦的會議的時候 陳水扁說 以前我當市長的時候 我也沒有來開會 我都是請副市長出席 然後人家中央 雖然是不同黨籍 人家也沒有刁難我 這擺明就已經是 打你民進黨耳光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陳水扁覺得說 現在韓國瑜勝選的機會最大 所以趁這個機會 趕快來討好一下韓市長 他自己很大 大家都要來 而且可能也是想要蹭韓一下 我補充一下 王院長當然他希望 要加入黨員投票 這部分我可以理解 因為王院長可能在組織動員的 能力比較強 但是要說是因人設事 倒也未必 因為我們回顧一下 就是說這一次 我們2014年的縣市長 2016年 2016年我們縣市長的提名 事實上我們在台中 還有台東 我們有一個協調式的民調 就是全民調 我們並沒有什麼 黨員投票 所以我們也 國民黨並不是每一次的選舉 都有加入黨員投票在裡面 只不過就是說 看哪一次會因應 這個現實環境的變化 哪一樣的方式 是大家都能接受 求取最大公約數 我覺得當然每一個人 會有不同的意見 但我希望說最後整合出來 用全民調 因為這是中常會 大部分的常委 所希望通過的方式 希望大家可以得到 最大公約數 然後全民調 然後舉辦一次公平公正 公開 讓大家都可以心服口服的出選 很多的韓粉們 很多的支持者們 現在是心服氣躁 希望大家還是稍安勿躁 馬上回來 好 不管再怎麼講 前提就是一定要派出 最強的人選出來 不要說是民進黨的 其實國民黨現在 不就是在等這個嗎 社長 是的 台灣現在在拚2020 1月11號的大選 民主政治在100年前 武士運動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德先生 另外有個賽先生 就是武士運動的兩個 最主要的精神 一個是民主 一個是科學 現在台灣在選舉 其實就是一種民主的形式 今天我們的社論就是說 兩岸德先生 德先生就是民主 賽先生 民主跟科學之爭 可以雙贏 這在講什麼 就是說其實兩岸 兩岸人民 其實兩岸人民都是中國人 但是兩岸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兩岸具體競爭 競爭什麼東西 就是在競爭 在制度 大陸的優勢是什麼 大陸優勢就是政府有效率 一身令下 一帶一路 基礎建設 經濟成果 人民富足的速度 可以說是居世界之冠 台灣的優勢是什麼 台灣的優勢就是說 公民社會的卵石力 公民社會的創造力 還有中小企業的拼活力 換放中間